25号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 自23号离以冲突迅速升级 以军大范围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目标以来 黎巴嫩境内已有约9万人流离失所 还有部分居民面临二次流离失所的问题 此外 有国际人权组织警告称 以色列近日对黎巴嫩的空袭 让黎巴嫩平民面临巨大的风险 呼吁联合国立即采取措施 对冲突进行独立调查 并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 遵守战争法 减少对平民的伤害